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如今全国范围内的断卡行动正在迅速开展 严厉打击整治 非法开办贩卖 手机卡 银行卡 违法犯罪 而其中手机卡该怎么断 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甚至是随意处理 今天的生活提示 我们就要提醒一下您 闲置的手机卡如果处理不当 小心酿成大祸 现在很多人手上都持有不止一张手机卡 久而久之 总有一些多余的手机卡被闲置了下来 网络上就有不少人高价回收手机卡 那我们可以把闲置的手机卡出售吗 电话卡是绝对不能出售的 将自己实名制的电话卡卖给他人 实际上就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卖给了他人 那么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一旦不法分子 借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例如通讯诈骗 网络赌博等 那么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 受卖电话卡的人会被认为存在帮助行为 实名制的手机卡卖给他人 就造成了实名不识人 一旦不法分子购买后实施诈骗行为 会给警方追查和打击违法行为 带来巨大困难 除此之外 不法分子还可能通过手机卡 登陆我们的手机软件 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 会给个人生活和财务安全 带来很多麻烦与风险 很多朋友关心 那闲置的手机卡 我们放着不去管它不就行了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没有给号码办理停机保号 或者改换套餐 那么仍然会发生费用 那么我们发生欠费会导致停机 那么按照电竞条例 我们停机60天后 号码会自动注销 可能会被其他用户选用 除此之外 手机运营商还会针对 一定周期内无语音被叫 短信无接收发送 数据无流量的沉默号码 主动联系用户 进行身份二次核验 未通过的号码 将被保护性的单停 即限制其主叫呼出和短信发送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闲置手机卡 被列为了沉默号码 直接联系客服 或到营业厅办理 可以很快恢复使用 手机卡不能卖 也不能轻易闲置 那我们该如何妥善处置呢 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电话卡 与我们的银行卡 信用卡和我们的APP账号 进行解绑 那么也建议大家 去营业厅进行销户 那么如果大家不想销户 又想保留这张电话卡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 使用停机保号的业务 这样避免费用的发生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为手机卡 设置一个PIN码的保护 那么当我们的手机卡 不慎遗失或者被盗时 我们插入手机也需要进行 一个PIN码的验证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犯罪分子 用来从事这种违法犯罪活动 PIN码的设置非常简单 它就相当于是手机卡的密码 无论手机卡是闲置 还是正在使用中 我们都建议您设置PIN码保护 这样即使手机卡不慎遗失 也需要重新输入PIN码 才能使用杜绝可能发生的风险 根据国家规定 手机卡必须实名办理 如果转卖他人 等于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 卖给了他人 一旦不法分子 借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实名办卡人也很有可能 被认定有帮助犯罪的行为 所以要处理闲置不用的手机卡 不丢不借是常识 注销解绑是关键 好了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